我开场白都转了转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SPB 181 J1 就是这个叫做大众化港的Plebsy Sumo 其实我在进入Sumo这个话题之前,我想教大家分别一下 其实是不是真的用Plebsy这个名字呢? 其实市场上很多颜色,例如是自己匿名的 或者是黑配蓝就叫做Batman 然后全青的就叫做露力士,或者是Green Hawk 或者是好像红蓝配,其实大众化都叫做一个Plebsy 其实在精工方面,它是一个专属名的,就叫做Bardy 而Plebsy来说,怎么说呢? 这个我有一个考量,它是否真的比较容易计较呢? 大家可以留言给我 其实Plebsy这个也算是一个挺伟大的事迹 是值得我分享的 我们看看吧,无论任何系列 Duders也好,然后Tuna,甚至Baby Tuna 或者Samurai 到最近放过这些粒,手上的粒 Sumo也好,其实它也有出这个叫做Party的颜色 蓝配红,对不起,是蓝配红 为什么呢? 其实Party来说,就是你每买这一款的 这一款颜色的蓝红蓝色的蜿标 它都会将它里面的叫做Profit理论 它是会抽上来,接着是会捐赠给大海利 这个所谓的Society Party 它是负责清理海的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的环保意识都很差 你看到那些海贵都在吃那些叫做 我们扔出去的垃圾 所以是很需要这个保护层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我们都很感谢,精工和Party一直以来都合作无间 为这个环保意识贡献了少少 好了,言归正传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一粒叫做Sumo Body的特色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其实它也是用了原先的6R35 储存力去到70个hours Crown Lockdown 其实这一款 它都是奔着一点的 是在4点钟的位置 但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它? 由它第一、第二代我已经很喜欢Sumo 其实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价格 2000多的价钱 是给你一个6R的Engine 已经是可以掌声鼓励了 真是回馈给我们的标美 再加上它这个新款 它是调了价钱是$3,500 但是呢 加了一个蓝宝石水晶玻璃 而抛枪度呢 它是比较 我们比较原先的例如 哎呀,我受伤了 就是 例如它新款 它都会做抛枪位 现在这个Sumo 它都是维持原有的设计 它是没有了抛枪位 所以你看上去是一镜过的 你看不到它的抛枪位 而更加迷点呢 这个呢 很多人都会有质疑 其实是哪一款呢 是叫做Fully made in Japan 我可以拍摄和跟你说 大部分的Sumo 都是日本装置 日本陷机 甚至日本打磨 然后直接是批发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们拿到的instruction book 它都是入文的 而后面呢 它的sticker 都是入文的 所以这个是绝对换标的 尤其是正宫标的标明 是必须收藏的 一粒Fully made in Japan 的换标 6R35 所以Accuracy Beat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真的不需要有意 大概是一个月 大概是一至两分钟 所以它是很值得很值得收藏 尤其是特赦的夜光 更加正 所以来说 你看回夜光它出 其实这个颜色配搭 一直以来最受欢迎 都是青面的 Green Heart 但是我觉得这个Party 真的值得我们大大力 分享出去 这个颜色也是我历练的 原先它有出过一款 是有这样的颜色配搭 所以我没有记彩 应该是大一至大二代 或者是出给海外版的 而今晚呢 我们亚洲好慶行 都会留一个Party的颜色 所以我也相信 这个会牵在一个热潮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